郭志辉部长就被问到说 黄仁勋现在可是开出了 回台湾投资的条件啊 他说给我100亿度绿电 我就回台湾来投资 但没有想到的是 郭志辉二话不说 马上说没问题 他开出条件 我就可以给他 哇 好豪气 好大方啊 但张奇凯文听到都懵了 他说台湾的绿电 也不过就只有200亿度电 那黄仁勋如果一开口 要走了二分之一的话 那怎么了得 我们的绿电其实大部分都是 已经被台积电给买走了 不要随便乱承诺人家 结果呢郭部长还说 哎呀 因为以前不是我做部长 不能够拿来做比较 接下来还赢了一首诗啊 他说呢 山径越远 绝越小 变道此山 大于越 都是个人看法的角度 不同的问题啊 好了 讲这么多也没有用啊 重点就是其实2023年 全台湾是产出总共 270亿度的绿电 所以呢 其实大部分都被台电跟台积电给买走了 真正进到市场去自由交易的只有17亿度电而已啊 那他要100亿度电 请问你这落差到底在哪里 可不可以请部长告诉大家呢 好啦 这个作家 飘浪岛屿就直接讽刺了 他说没有关系啊 你看光电一公顷的农地啊 每年的发电就有100万度电啊 那110亿度绿电很简单啊 我们只要再开发1万公顷的农田来种电不就好了吗 那台湾的农地耗称有77万公顷嘛 所以我们不需要到菲律宾去种电啊 我们再继续好好开发我们台湾的农地不就种出来了吗 天啊 那到时候真的是全台湾到处都是光电版了吗 好啦 那么事实上呢 美国总统选举越来越靠近 大家都很担心 看起来川普要当选了 他说台湾偷走了晶片的生意 只要呢 我要用这个关税来威胁的话 台湾呢就会自动跑到我们美国来设厂啦 好啦 那么词话一出呢 AIT处长谷立言呢又说呢 其实啊 台湾缺水又缺电 这才导致台积电被迫到美国来投资 又不是我们逼他的 好啦 那这些国际上大咖的说法 难道不需要来导政试听吗 我们的卓奎被问到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 他说政府一直确保我们的产业用电无余 对于民主供应链的伙伴呢 我们也做这样的承诺 还说台湾的水电不会有问题 那么这个领先世界的半导体产业 是我们自己发展出来的 那难道不需要向川普来抗议吗 好啦 结果呢 部长怎么说 他说那个是川普讲的啊 川普又没有问我 我支持这个大家应该要支持盖电厂 那就是支持我们的半导体在台湾发展 如果大家支持护国神山 那就请支持台电 好啦 要支持台电才叫做支持护国神山是吧 那是谁带头在反对台电呢 那不是绿营的立委吗 郭国文啊 林俊仙一个个跳出来开机 所以会都反对台电在这个台南 这个其他的绿电业只在台南盖燃气电厂 不是吗 难道就是绿营现在要带头来反台积电了吗 好啦 我们看到执政八年 其实我们非核家园绿电占比一直无法达标 难道真的像我们的经济部长讲的 换个人来做这个绿电发电 可以一夜之间就一飞充天吗 那民进党现在也是吹捧说 绿电的渗透率已经破三成了 每三度电就有一度是绿电吗 既然绿电已经多到烟角 我们干嘛还要等到 什么要去菲律宾种电呢 你干脆叫黄仁迅现在回台湾来投资 不就好了吗 这个志祥怎么看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在国会 这个说谎话都没事 那所以郭智辉200亿度的绿电 他可以说我给你那个 我给你那个黄仁迅 黄仁迅给你这个100亿度电 说大话也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当大法官说官员在国会说谎话都没事的时候 那经济部长说大话那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甚至觉得我觉得现在郭智辉的表现 我觉得他的官位应该是越来越稳了 因为我几次跟他执询 他第一次执询 他是我看过最诚恳的官员 我后来跟他执询 我发现他真的是越来越皮了 民进党那些凹蛮的话术 他通通都学会了 我举个例子 民进党的光电 讲白了就是一场捞钱的骗术 他的所谓的那个绿电 就是捞钱的骗术 我曾经对郭智辉咨询那个离岸风电 离岸风电当时大家也知道就是 为了要去做离岸风电 他给了非常高的短购价格 就拿人民的钱来补 其中有一家就是拿了将近 四百亿元的利差 那个短购价格的价差 政府给他四百亿的利益就对了 结果他这个空手套白狼 政府说我给你这么大的利益 你不准肆股 结果他后来是短短几年 把肆股全部卖光光 经济部只罚他三亿而已 四百亿的利益他罚他三亿 那我就问他 我就执询郭智辉 我说你们四股的会议记录给我 结果经济部给我三份会议记录 实际上是四份 其中有一份说要罚他 十九亿加四百亿的这个利差 他那一份不给 剩下三份还给你涂黑 那我就最后亮出那一份 崔少人给我那个 关键的那一份 是我自己拿到的 经济部不肯给的 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一份 上面主席就曾文胜 你知道郭智辉怎么回答我 你真的要佩服他 在民党当官很稳 他说你这一份上面 就有曾文胜的名字 没涂黑啊 你那一份没有涂黑啊 那你自己不会去找另外三份啊 不用我们经济部给 你可以找到另外三份 没有涂黑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经济部长 他的那个 完全学到民进党那一套嚣张 然后我今天咨询郭智辉 他也非常好笑啊 我说观音 对不对 承受这么大的污染 就三家SRF的那个发电厂 要设在观音 当初政府给他们承诺 全部跳票 然后这个电厂能进去 就是因为经济部给的推荐函嘛 然后说推荐函是经济部给的 但是没有法律效力啊 一直说什么 今天我帮董哥做媒人 对不对 结果呢 董哥讨老婆实在是不怎么样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牵线 没有法律效力啊 我不用负责任 那是你的事情 有时候郭智辉到今天这个状况 我觉得他真的是越来越像民进党的官 但回头我还是要讲 民进党说真的到现在为止 那种说大话的官员 其实大家能信什么 蔡英文答应 2025年非核家园 他的绿电给大家的目标是多少 是20% 你现在绿电的目标就是10%而已 达标10% 明年就2025年 马英九交给你的是5% 所以这8年 他就是多了5个百分点 那我想请问你 他8年多5个百分点 一年就会再拼到10个百分点吗 那你就不能不佩服民进党 民进党厉害就在这个地方 他2025年20%都会跳票 结果他现在跟你讲什么 我2030年我要30% 他就讲得出口啊 你听不听得下去不重要啊 反正我先骗啊 我就说大话啊 我眼前的都做不到了 都已经落后那么一大截了 可是他先把你喊出来说 我未来还要做更多 就像蔡英文讲 那个25万户社会住宅 我们那个明明做不到了 赖静德更厉害 我加码我要变成什么 100万户 就民进党很喜欢在一个 他明明已经做不到 而且被拆穿的事情上 他去加码 所以你今天回到说 今天经济部长一开口就说 100亿度电我出 人家质疑他说 你奇怪了 那你现在这110亿度电 哪里生啊 他说那是因为 以前经济部长不是我 像这一种所谓的 民进党官司的话术 降白是什么 反正吹牛皮不打草稿嘛 吹牛皮不用负责任嘛 大法官 尤其现在大法官的宪法解释 是我的底气啊 因为大法官都说 说谎没事啊 那说谎没事 说大话更没事嘛 不然我视线哦 对对不然我视线 黄仁勋希望能够有100亿度的绿电 官员那是一锤定音说 黄仁勋敢要 政府就可以给 好了先不论台湾目前最多 其实只有270亿度的绿电 那台积电呢 其实买走其中将近的这个七成 再加上其他的大企业瓜分之下 真正进入市场可以贸易的绿电 只有17亿度电 那么主要回收啊 到了2030啊 绿电的占比还会提升到30% 所以呢现在呢 这个不是现在这个没有达标啊 就代表说以后一定做不到 但是呢张启凯就质疑了 现在的绿电也不过就270亿度电 结果经济部说 2026的绿电可以发出550亿度电啊 那等于是直接翻一倍啊 你是撑干跳吗 拜拜 拜拜